議員們包圍主席臺齊聲抗議 雙方對峙超過一個小時 零星爭論不斷 南韓在野黨提出法案 要求獨立調查2023年7月 在搜救中身亡的蔡信 海軍陸戰隊士兵案件 國防部是否涉嫌隱匿 但執政黨認為 這只是政治鬥爭的藉口 不過受限於國會人數烈勢 因此在3號啟動所謂的冗長辯論 拖延議事時程 企圖讓議案胎死腹中 七名議員馬拉松吉利 降了24小時又30分鐘 卻意外出現這樣的場面 台上議員口莫橫飛 卻成了催眠曲 台下兩位同黨議員閉目養神 一人還睡到嘴巴張開 完全不知道全被拍了下來 就連作陣的副議長 也直接夢周公 畫面一出議員們趕快道歉 榮長辯論不成功 還讓自己人出糗 最終法案在在野黨人數優勢下通過 執政黨缺席國會開幕儀式表達抗議 導致南韓第二十二屆國會開幕儀式 無限期延後 朝野僵局未完待續 三立新聞雙部到 Ot 辛苦 心 谢谢大家